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佳音老师 今天老师来跟大家介绍,复数极式的乘除法则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复数,用它的极式来做乘跟除 那事实上它会简单多了,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上一个章节学到的复数,把它表现成极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复数如果把它表现成极式 它的乘法运算,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们等一下把它推倒之后,我们就把它记起来 好,假设有一个复数叫做z1 那这个z1我把它写成极式 也就是它的向径,我把它写成复数的绝对值,z1的绝对值 再乘上cosα再加isinα 所以它是写成极式的形式 然后一个复数z2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极式的形式 它的向径是z2的绝对值,那它的主幅角是β角 好,那这时候把它两个乘起来 这两个乘起来我会发现 我先把它的向径z1的绝对值 跟z2的绝对值先把它乘在一起 然后两个小瓜糊里面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拉线把它乘开 好,乘开之后 我们会发现,其实它就会 我们把这个实数的部分整理在一起 有i的部分把它整理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其实z1乘以z2 就等于z1的绝对值 乘以z2的绝对值 然后再乘上cosαcosβ 减掉sinαsinβ 那这一个实数的部分 各位同学,你还记得吗? 这一个是cosαcosβ 减掉sinαsinβ 好像是我们之前学的cos的合角公式 所以其实我就发现 前面这个实数的部分 等一下我就可以用cos的合角公式把它整理在一起 i后面所成的瓜糊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sinαcosβ 再加cosαsinβ 那我们发现 这一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三角函数学的sin的合角公式 所以其实我就可以把这个负数集式的乘法运算 把它再整理一下 会变成z1的绝对值乘以z2的绝对值 再乘上cosα加β 再加上isinα加β 好,这一个公式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来算负数集式的乘法 那我们发现 事实上两个负数 我们把它乘在一起 其实就是把它的向近乘在一起 然后后面再把它 角度把它相加 再把它写成负数集式的样子 所以把两个角度相加 就是cosα加β 再加isinα加β 所以乘起来的负数 它也是把它写成集式 好,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就是它的长度把它相乘 然后角度把它相加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法的时候它是怎么做运算的 好,我们一样z1跟z2跟之前一样 那我们把它两个相除 那你要相除的时候 就要特别小心分母不能是0 所以我们这边会先定义 这个z2是不会是0的 好,我把它两个拿起来相除 好,相除的话 把它除在一起 好,但是这样子的除法 分子分母其实都有i 所以我们先把分母乘以分母的共2负数 就是后面瓜糊的共2负数 所以分母是cosβ 再加isinβ 我就分子分母都是同乘以cosβ 减掉isinβ 把它乘上去 再把它乘开 我们就会发现分母变成cos²β 再加sin²β 好,这是一个sin的平方 再加cos²相加 那从三角函数的横等性值 我们知道分母这时候就等于1 然后分子的话 我们把它拉线乘开 我发现其实它的实数的部分 就是cosαcosβ 再加sinαsinβ 那么从三角函数的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一个其实是cos的插角公式 就是cosα-β 好,后面的话 虚数的部分是sinαcosβ 减掉cosαsinβ 那我们发现 这也是sin这个三角函数的插角公式 所以它会等于sinα-β 好,那这时候分母等于1 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理成 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负数相除的话 就会等于它的相近拿出来相除 然后后面的话 也是一样就变成cos的插角公式 cosα-β 再加sinα-β 好,各位同学 再看一下这个公式 所以相除的话 我们是把它们的长度 拿出来相除 然后角度是相减的 那如果要记的话 你就记清楚 是这个分母的角度 分子的角度 去减掉分母的角度 也就是上面的角度 你写在上面的极式的角度 你写在下面 写在分母的角度 好,各位同学 不知道有没有记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负数的除法运算性质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练习 看看 看到底会不会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给我们两个负数 这个两个负数z1 是等于4倍的cos30度 再加isin的30度 z2是等于2倍的cos120度 再加sin的isin的120度 好,这两个负数 题目有没有帮我们都写成 极式 各位同学看一下 好,这一个题目 他对我们很好 他已经帮我们把这两个负数 都用负数的极式来表示了 所以我们在做运算的话 就可以直接来运算 然后他说 运算完之后 请你把它写成标准式 也就是写成数字 不能写成sine跟cos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刚刚有学到 把两个负数相乘 就是他的向近把它相乘 然后角度把它相加 写成极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z1乘以z2 所以我们就把4 一个长度是2 一个长度是4 把它写4乘以2 所以他会等于8 然后他的角度呢 角度就是30度 再加z2的120度 所以他的角度是cos 150度 再加i sin的150度 好,所以其实他就会等于8倍的cos 150度 再加i sin的150度 好,那我们知道cos 150度是负的2分之更号3 sin的150度是2分之1 然后再把它乘上i 好,所以他就会把它乘进去 就会等于z1乘以z2 就会等于负的4更号3 再加4i 好,第二小题 我们要把z1除以z2 然后上面是4倍的cos 30度 再加i sin 30度 下面是2倍的cos 120度 再加i sin 120度 那老师刚刚有跟同学整理过 其实就是把它的长度拿出来相除 角度拿出来相减 而且是上面的角度减掉下面的角度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把z1除以z2的话 他的长度就是4除以2 也就是得到2 那他的角度是30度减掉120度 所以他的角度就会得到负的90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即是是2倍的cos-90度 再加i sin-90度 好,我们知道cos的90度是0 sin的-90度是-1 所以他就会变成2倍再乘以负的i 所以他的答案就可以得到负2i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题目 这一个题目有一点点小技巧 所以各位同学要注意听 他说右边这一个图形 他代表了一个z z,这个z 他把它写成即是给我们 这个是等于r 乘以cosθ 再加i sinθ 这时候r的长度是介于0跟1之间 也就是r 其实最多最多就等于1 好,那他说啊 他要求一个d 这个d就是一个阴影面积 我们用w来表示 这个w它其实是等于z的三次方 好,那么这个z其实就是a那一个图形 就是右边这个图形 所以其实我们要把这个z乘 z乘上z再乘上z乘三次 好,乘完之后 他叫我们回答说 那我们这个阴影部分 跟这个哪一个下面有五个图形 哪一个其实就是这个d 好,那我们先来想一下 我们说把负数相乘的话 就是把它的长度 也就是它的向近把它相乘 那向近的话 因为它的r是介于0跟1之间的 所以你看哦 它最多最多等于1 那它有可能是介于0跟1之间 所以它越乘只会越小 所以你看到题目给我们这个 这一个图形啊 这五个图形都比原来的还小一点点 所以这个你乘上三次 它只会越乘越小 最多最多就跟它相等 所以它长度我们确定了 可是啊 长度五个图形通通都符合 可是角度呢 角度我们知道乘在一起 就代表了角度把它相加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因为sida是在四分之三π 到四分之五π 那三个sida 我们看它会在哪边 我们来处理一下 来计算一下 就可以知道 它的角度是从哪里到哪里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如果我把它 算它的角度 所以本来的sida是在四分之三π 到四分之五π之间 那这时候把它 两边都乘以三倍 所以三倍的sida 就会介于四分之九π 到四分之十五π之间 当然它都有等号 那四分之九π 已经比这个三百六十度还要大了 所以我把它转完一圈的东西 都把它特别提出来 所以我就把这个四分之九π 写成二π 再加上四分之π 把这个四分之十五π 写成二π 跟加上四分之七π 所以其实这个三分之七π 我也可以把它看作 它是从四分之三π 跑到四分之七π 好,四分之三π 其实就是四十五度 然后跑到四分之七π 就是三百一十五度 所以它的图形应该是第几个? 四十五度到三百一十五度 好,所以应该是第五个图形 第五个图形它是从四十五度 转到三百一十五度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一个D的图形 这个正确答案就是第五个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个学习挑战 它要叫我们求 这两个负数相除的值是多少 好,那负数相除其实很简单 长度把它拿出来相除 角度把它拿起来相减 好,问题是题目给我们的 这一个式子 我们来看一下 分子的部分 分子的部分是cosπ 再加i sinπ 它的时数部分看起来 表真是正的 虚数的部分也是正的 好,但是啊 分母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cosπ 再减掉i sinπ 下面这个分母 它写的方法不是极式 因为它的虚数的部分 前面i前面 它给人家写成负的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改成 是极式的表示方法 然后才能用极式的除法来做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要解决它的话 我们要先把分母的部分 cosπ 减掉i sinπ 把它写成负数的极式 那我们知道 我们其实可以用复角公式 可以知道 其实cosπ 是等于cosπ 然后这个sine 的 负的 八分之π 其实是可以把符号 提出来变成 负的八分之π 所以分母那一个集式 其实我可以把它表示成 cos 负的八分之π 再加上 i sin 的负八分之π 这样角度都一样 然后实部前面也是写成正的 虚部前面也是把它写成正的 好,这时候我就可以利用 负数极式的除法 就是长度拿出来相除 那它们的长度 分子的长度 跟分母的长度 你把它向进求出来 它们都是1 因为都是cosπ 再加sin 都等于1 所以它的长度 两边都 上下都是等于1 所以其实除出来还是1 然后角度拿起来相减 那各位同学还记得 老师刚刚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用分子的那个角度 减掉分母那一个角度 所以它的角度是八分之π 再减掉负的八分之π 也就是八分之π的两倍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其实它就是cos 4分之π 再加i sin 的4分之π 好,这4分之π 都是特别角 所以我可以把它 画成标准式 所以4分之π 其实就会等于2分之2 cos4分之π sin的4分之π 也会等于2分之2 所以它的正确答案 就是2分之2 再加2分之2i 所以我们来看 1到5个选项 正确答案就是第5个 好,以上就是老师跟各位同学 介绍的复数的集市 那里面有一些小技巧 如果听不懂的话 还是要跟同位跟老师 再互相讨论 我可以看你 好,再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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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看你